現在的QE,你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但它這種閉鎖亦是史無前例 以前是說如果全球大流行這樣爆發的話 其實不會不運作一樣運作 由得它病死而已 如果你想繼續評論這個世界 分析這個大局 就訂經濟一周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下載這個手機APP 其實如果錢是印出來的 貨幣基礎的增長都很快 有一段時間去到50%多年 M2那些廣義貨幣的增長都很快 在說25%左右 這個都是很多年沒有試過這麼高 歷史上可能破紀錄 但是你做了這麼多貨幣的糧出來 一定是對市場有影響 也放了下體 你不是印了放一個倉 你放了出去 有些東西會升了 要不就是資產市場就升了 很明顯是升了 資產價格是有通漲 你見到股市也升了一倍 但是物價那裡沒有 即它沒有怎樣推高物價 經濟那裡是有些進去的 你不可以說它的貨幣政策完全沒有效 因為它那個失業率跌得很快 即14%跌下來是恰恰跌下來的 最近它的職位增長多是幾快 即有財政政策是有幫助 但是剛剛才是國會過 其實之前拿過一次錢 第二次也未拿 那貨幣政策不可以說沒有用 如果沒有用的話 不會見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想一定程度上 是對實體有些幫助 最主要就是入了資產市場那裡 反而在物價上就不太浪得起 始終物價在零售層面 現在都是比較黏一些 還有那個禁止還未完全鬆手 所以在零售層面 你說要起價 我想這個是暫時關於困難 那麼購買力如果是下跌的話 因為在那個貶值那裡已經見到 就未必會見諸那個通脹 即通常如果譬如說 那麼多央行一起做事 那麼多個全球都在那裡引人紙 如果真的大家的銀紙都出問題的時候 你會見到那個銀紙的購買成問題 接著買不到東西 那些物價要不斷飛升 但是這個現象是全世界同時間在做的 你不只是美國印的銀紙 是到處都在做的 當到處都在做的時候 如果這個說法是成立 就應該每一度的通脹都很高 每一度都見到那個銀紙買不到東西 購買力跌的 但是現在就不是 所以物價的通脹不用那麼怕 我想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這次的疫情 其實那個經濟損失都真的挺大 你想想那些店舖 最初我們香港禁止的時候 不是說叫餐廳 譬如一個月停四天 它都叫救命 因為他們如果停四天不做四天生意 你想想三、四天沒有四天 比例都不是小的 如果你賺錢的那些市場是幾個百分比 或者十幾個百分比 你已經沒有了 你已經不用賺了 但是如果你好像英國或者美國 那些各部落單 你是很長時間開不了工 其實那裡的損失是很大的 那裡有很多它要付的成本 那它不是說你不叫它不開工 它不用付 它是一樣要付的 所以它很多是一身債 那你如果大量的所謂 它其實都是貼回那條數 它自己還要吐出來 你再給它也是再填一個藤 那那部份就真的漲不起 其實你看看它怎樣模式的 所謂對經濟體的注資 如果它是純粹說印或者比例 那可能問題會大些 但它現在不是 它現在是透過一邊發債 一邊就是印錢 那印錢買回自己發國債 其實這個動作 都是多少左手交由手的 它現在是賣國債 它不是貿易秀發的債都賣 譬如你說甲若丁發債 它也跟你買了 那又不是 那如果你純粹只是說國債 那國債是美國政府自己發的 那美國政府當然你為什麼發國債 就是因為你洗大了 你洗大了的時候 你的洗費是不是很失控 其實現在又不是 你說你萬九億 你每人都是派2,400元 2,400元 你乘回港幣多少 即是說一萬來兩萬元 其實是很小一條數 現在那個QE 你可以說是都市無前禮 但它這種落單 亦都是市無前禮 即是沒有試過 你說有個經濟體可以 那麼長時間不運作 以前是說如果全球大流行 這樣爆發的話 其實不會不運作一樣運作 有得它病死 即現在不是 你現在的條命經貴 大家都要停了 以前沒有試過 你現在停了 那個影響比以前大得多 你現在停的時候 即是其中有一些環節停了 或者有些國家停了 其實你其他那些可能卡住 所以那個影響就比之前大 那它現在影響大了 它相對來說 塞些錢下去又多了 那可能兩邊大了 未必有一個很安靜的內地影響 在這裏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一下小鈴鐺